美国前总统川普13号在宾州造势造到了枪击 但是呢当地时间15号 他还是出席了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可以看到呢他的右耳朵包着纱布进到了会场 大家的重点焦点都是在关注他的耳朵的伤势如何 但是呢川普呢他说我们没再怕 没死就是奇迹 另外呢华盛顿邮报也说 川普呢出乎幕僚的意外 他只是呢是要把团结的讯息融入到全代会的活动当中 好看到呢在现场的全场的支持者高喊着 我们爱川普我们爱川普 而随后呢站在川普右边的就是谁呢 就是在刚刚才宣布的搭档范斯 好来看到呢川普自己本身在7月18号将会被提名为 是总统候选人 而他的副总统人选也出来的就是范斯 其实范斯呢他现在呢曾经他也批评过川普 他还曾经讲过川普呢是希特勒 还公开呢说这个川普呢是白痴 好但是在去年开始呢 他已经公开的表态来挺川普 而且忠诚度的重要表现呢全部都出来 好来看到共和党民调专家就认为说 这次的枪击案呢会让支持川普的选民票票入轨 好最大的冲击是在于川普呢预测的宾州是一个关键的摇摆州 好看起来现在拜登是更加的吃力了 这个竞选之路呢只会更加的逆风 好现在呢拜登怎么做呢 他当然也要出来说话 他是两度的呼吁也是要团结 好把公布独立调查报告 他说呢会透过投票箱而非子弹来解决我们的旗舰 但是呢现在拜登面临的是什么呢 他要被迫改变策略 而且陷入的是被动的应战 不过呢他最近接受了NBC News的采访时 他还是呢再次的表示说他一定会参选到底 他说我只有比川普大三岁 精神状况是非常好的 要表示说他自己是有能力 身体的状况也是非常好 一定会参选总统到底 好但是呢川普如果是当选的话 那么对于台湾将会有什么影响呢 好我们来看到前陆委会副主委黄介正 他就说了有三件事情呢会影响到台湾 台湾必须要注意 第一就是台湾对美贸易顺差高 这个部分接下来会不会被迫降低 还有第二点就是逼迫半导体聚落呢 往美国来移转的部分 还有就是川普这个人 川普呢是信奉你要自救 别想靠美国人 所以万一要是两岸发生了冲突的话 到时候美国恐怕是不会派兵来参战吗 这个部分呢台湾可自己要多多的想清楚 如果到时候是川普当选的话 大难不死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穿着经典的深蓝西装 搭配红色领带 耳朵上还包着纱布 按照原定计划 在当地时间15号晚上 现身威斯康辛州 密尔瓦基举行的共和党党代表大会 满脸笑容的川普还举起 如今已经成为他的招牌的握拳手势 随着川普进场 全场支持者热情欢呼 从嘴型K看出川普表示感谢 随后现场还响起人们高喊战斗的呼声 党代表也做出挥拳动作回应 而川普的家人包括两个儿子 以及小女儿都出席站台 开普站定位后可以看到左手边的是 众议员唐纳兹和前福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 右边则是刚刚被提名为 副总统候选人的范斯 以及众议院长强森 现年39岁的范斯 从政经历两年 以著作畅销书《绝望者之歌》而成名 曾在2016年将川普比喻为希特勒 并在公开场合称他为白痴 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的政治信念 提倡经济民粹主义 在外交政策愿景上 拥护孤立主义与川普的信念吻合 而且在2022年公开反对援助乌克兰 因此成为川普的坚定盟友 外界认为他将成为颠覆共和党 外交政策守旧派路线的新力量 记者组合报道 川普在遇刺之后各种阴谋论是满天飞 用共和党议员把拜登8号在募款参会上 说要把川普放上靶心的言论 拿来放大解释 而对此拜登亲自跳出来反驳 他说他的原意是要民众关注川普的言行 而纽约时报则是评论川普向来是重视关键时刻的形象 虽然遇刺的当下太过于突然 但是他有两个动作 喊着要奋战 还有坚持脚下要穿鞋 这些都是来自于出自于硬汉般的本能反应 川普预测事件持续延烧 各种阴谋论满天飞 至少三名共和党国会议员 表示枪击案跟总统拜登以及民主党有关 因为拜登在8日募款参会上曾经说出 我们谈够辩论会了 是12把川普放在靶心上了 拜登最新专访亲自跳出来解释 拜登承认自己在枪击案前 使用把心这个词汇是个错误 并没有针对川普发表可能煽动暴力的言论 也有网友澄清这句话被断章取义 拜登明确提到要在选举中击败川普 拜登也提到他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关心川普 川普遇刺后高举手臂的经典照片 也意外成为袭击密码 有大陆商家将照片印上衣物售卖 共和党募款平台也用这张照片作为宣传 川普本人更以经典来形容 纽约时报评论大赞川普遇刺后的行动 川普惊觉自己受伤 不用特勤人员提醒就已经蹲下来 重新站起来时虽然衬衫解开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色帽子不翼而飞 但特勤要带他下台时 川普不为所动坚持完成两件事 纽约时报分析 川普一直非常重视自己在关键时刻的形象 坚持穿鞋是为了让自己体面的下台 高举手臂连喊三声奋斗 则是要告诉群众自己没事 纽时评论川普常常练习像是好莱坞硬汉的面部表情 但这次枪击太过突然 以上表现都出自于本能反应 纽约时报也指出川普本能反应惊人 这一刻体现他与支持者发自内心的深厚连结 以及他对现代媒体的掌控力 记得章亿亚中华报导 美国前总统川普遇刺 而最新的画面也曝光 枪手开火前86秒 就有民众看到枪手在屋顶上 大声的喊说要叫警察来 而另外的执法单位也爆出 在事发的前26分钟 其实就已经发现了枪手的身影 枪手埋伏的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 其实还有反狙击手 但是却反应不及相当的离谱 川普造次刷罪行画面曝光 现场民众在枪击发生前86秒 就拍到枪手爬上屋顶埋伏 枪手扑斧前进 这时民众叫来警察 缓慢靠近枪手 明明还有将近两分钟时间能阻止 但警方和特勤却来不及反应 被抢先开枪 更荒谬的是 执法单位消息透露 枪手位置其实是 警方狙击手的哨所 在事发前26分钟 就有警察发现 枪手在建筑内徘徊 一名退休警察还爆料 说警方踩着彼此的背部 爬上屋顶检查时 被枪手用枪瞄准威胁 没想到远警慌张一动 从那一名警察的背上摔了下来 前总统差点被枪杀 美国特勤局首当其冲被骂翻 遭怀疑存在违安漏洞 但特勤局却甩锅 活动现场外围 是由当地警察负责 而地方检察官则反驳 整个活动都在特勤局的管辖范围内 枪手埋伏地点 距离川普只有120公尺 加拿大军队狙击手揭露 枪手不应该能如此靠近目标 怀疑有内鬼帮忙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 目前已经进入 枪手克鲁克斯的房间 破解他的手机和电脑 但没有找到任何线索 依然不清楚他的犯案动机 记者吴江总和报道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我现在是在这里的 我给你帮助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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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